晚間轎車開到彩券行對面馬路停下 也不管還有人車路過 副駕駛座乘客朝彩券行開槍 過了幾秒再補一槍 子彈擊中鐵門發出巨大成長 總共連開兩槍 之後立刻加速逃逸 但把裡面的電源嚇壞了 槍擊事件發生在屏東潮州一間彩券行 好險留帶沒有傷到人 警方獲報釣魚精釋器 掌握惡煞身分持搜索票到住家逮人 彩券行 警察彩券 彩券行 員警直接衝上籠 把剛睡醒還搞不清楚狀況的開槍惡煞 當場逮捕 來 先各位 手抱頭 手抱頭 警方也起出作案用的改造手槍 原來惡煞和彩券行業者有財務糾紛 一氣之下找來朋友開車去開槍卸分 那本分局已經依照槍炮罪及殺人未遂 所以兩罪送請地監署偵辦 那已經經屏東地位行業判決確定 當街開槍無視人來車網太囂張 法官認為兩名惡煞惡性重大 一審判刑四年到五年半 也要擴大追查槍之來源 記得上傳網絮紅頻道好了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